要偵犯金華城案 約談關鍵人物 前北市兵役局長朱雅虎 退休後到威京集團子公司 擔任董事長 根據周坑報導 哈坦誠經應小微介紹 認識沈慶晶 年薪三百萬 專門處理金華城案 當840%的容積率過關後 沈慶晶還犒賞他三百萬元獎金 不過還記得嗎 當時有個人相當力挺他 許小信委員還可以說 朱雅虎不是沈慶晶的帳房 那我覺得 為什麼他可以講那麼明確 當時其實北檢正在調查 北院也在調查 那你是不是在意圖 想要影響這個所謂的法院 或者是檢調的一個辦案 此地無銀三百兩 徐書華質疑徐小信 先前力挺朱雅虎清白 如今被周刊打臉 是否跟自家 埋在金華城附近有關係 不過周刊報導一出 上午七點多 徐小信現在媒體群組 收回一則訊息 隨後發聲明回擊 周刊扭曲他人說法 說自己並未幫朱雅虎加油 而是希望檢方辦案加油 還說特定政治人物只會影射 自己非常有信心 對本案完全清白 說自己沒幫朱雅虎加油 但當時卻是幫他脖駁 朱雅虎先生我也認識 他是我們退伍軍人協會的一位前輩 他並不是沈慶經的帳房 只是周刊也曝光 朱雅虎跟應小薇對話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二號 朱雅虎曾說市長主動說 您去找過他 我回來面報沈慶經主席 成敗關鍵完全在您 隔天又說彭副市長請您鼎力協助 似乎都在在顯示 柯雅虎不可能不知情 朱雅虎也是居中聯繫者 恐怕不如徐小信 您想像是金華城的局外人